Mucky Stay 朋友们下午好 我是李老师 行程问题大家都不陌生 那咱们今天一起来看一道相遇问题 先读一下题目 假以两车分别从相距800千米的两地同时出发 相向而行 假地每小时行52千米 以车每小时行48千米 问几小时后两车还相距200千米 此时两车是没有相遇的 那么在这里我们知道相向而行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相遇问题 相遇问题咱们的公式还记不记得呀 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 相遇的路程和等于它们两个的速度和 乘相遇时间 好 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公式熟悉了之后 我们再来回到题目里面 题目里面给了什么 给了它的总共的一个距离长 所以我们来表示一下 假以它们这一共是多少 一共是800千米 但是实际上它们有走了多少呢 它们说两车还相距200千米 而且是并没有相遇 也就是说它们两个甲和乙分别走 但是走到还相距这一点是多少 200的时候它们停下了 现在题目里就问 现在如果说是200还没有走到 那它们花了多久能够走到这个地方呢 其实跟咱们这个是很像的 对不对 只是它的路程和 只是它的路程减少了 那此时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知道题目里面的速度和 想要求相遇时间 是不是应该用假以两个人共同走的路程 除以我们的速度和呀 所以在这里的话 假以两个人共同走的路程是多少呢 思考一下 其实并不是我们800对不对 因为它们还有200没有走 所以在这里我们的路程应该是有800减200 这是它们走的路程 好 那么我们想要求相遇时间 是要除以它的速度和才得到时间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除以它的速度和速度 一个是52一个是48 所以要除以52加上48 等于最后的答案 咱们去算一下 这600除以100应该是等于6个小时 记得带上单位写上答 所以最后6个小时后 两次还相距200千米 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这个题的话 首先我们要明确相遇问题 它的故事 你自己是不是能够理解的 其次根据题以来 一定要搞清楚它走了多少的路程 要搞清楚真正的路程是多少 它并没有把全程走完 最后咱们再去计算它的时间 时间是等于什么的 等于路程和除以它的速度和的 所以这样三步骤就能把这个题解出来了 你学会了吗